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未厉 中国同东帝文传统友谊 渊源流长 早在十三世纪中国南宋时期 双方就有通商往来 古老的海上丝组之路 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家伙 中国最早承认东帝文独立 并同贵国建交 一直把东帝文作为 深化周边合作的重要方向 去年我同夏娜娜总理在杭州会晤 共同宣布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开启双边关系的新篇章 两周前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在北京成功召开 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将给全球经济复苏 地区发展和两个合作 带来新动力 新契机 优优独播华 ,v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